欢迎大家收听收听议会内外 我是刘慧卿 今天我的嘉宾是陈维安 是政府的教育局副局长 多谢你副局长 欢迎你来 应该是第二位副局长 苏锦亮来过 我希望你们的同事 不要只是副局长 局长有什么长都可以多一点来 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观众听众 下次希望你邀请我们的同事 好会 其实上来我们很多观众听众 其实是什么年纪都有 不过又说有多少是年轻的 你是教育局 你更加认识年轻的人 不过我们一说请你来 各方面的同事就说 他问问陈维安 为什么是在做马会 做了马会 一走了来搞教育 不如你简单说给我们 其实你做了马会多久 做什么事 做了马会八年 八年 八年这么长 做什么事 就是家人跑马 从2000年开始 我管过一个系统的控制中心 又管过规范化足球博彩 海外的推广活动 以及本地马场的业务 很多事情都做过 是不是鼓励人家赌博 不可以这样说 那不是的 我们的观众听众 有些都很喜欢赌 不过有些都很不喜欢 但是为什么做了马会 又会转去做副局长 我估计那个问题 应该是为什么 做投资银行去做一个非牟利机构 我觉得那个更难 投资银行就去了马会 是的 然后就去了政府 那为什么呢 你说啊 为什么投资银行不做 要走去马会 其实我一直都在读书 和第一份工出来 和大部分时间都在投资银行 一直都是做一些 所谓的私务基金 就是没有上市的公司 我们找一些创业的人士 一些新的公司去做一些投资 那我自己一直做的感觉 就一方面可以觉得有挑战性 和比较觉得学到东西 就见到有些真是很有心创业的人士 看他们怎样成功 怎样将一个公司由小慢慢长大等等 但是我在做那个后期 发觉其实很多时候 比如看一百个项目 那么仔细看呢 很多时候只有十凌二十个 大部分时间都是向客户说不 因为原因就是 因为事实上 很多这些新的创业的机会 如果真的要仔细去看的 是少数的 我觉得其实做人 是不是多数时候说不 是不是应该比较有建设性地 是做一些自己去营运一些东西 或者自己去将一个生意去长大 那为什么会就去马户 那我又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挑战 而且是一个非牟利的机构 我觉得是为香港人做到事 因为马会是香港最大的慈善机构 又有一个很大的生意 我们看到如何做的 在马会的工作 会最后帮到全香港的人 所以那个就促使我去看非牟利的机构 或者一些公共服务 那为什么又会走去政府呢 那时候其实说回来 应该是上一个世纪 上一个世纪的90年代末 我98年加入了中央政策组 那时候就开始看到 刚刚回归了 做全职的? 是非全职的顾问 我做了两年 刚刚那段时间就入马会 刚刚是在做中央政策做的那时候 就看到公共政策 公共服务 对那方面开始发生兴趣 那我入了马会做事 那跟着一直都有涉猎 譬如一些咨询工作 我在私之与私分 咨询委员会做了六年 一直都有接触教育政策 那时候看整个教改的 开始慢慢酝酿等等 那为什么你不回答我的问题 我问你为什么走了去 那时候是不是孙明洋找你 抑或是陈德林找你 哪个找你 真权找你 怎样发生的? 其实是我找 你找他的? 哇这么厉害? 你自己去黑门找谁? 当时是因为立法会过了这个 我们不支持的 因为他叫什么? 他说进一步发展委任制 我们吓到跳舞 人家搞民主你又委任 总之过了一个人 就是进一步发展这个文责制 那为什么你派了钱? 那我就找哪个? 那我找政府有关的人士 我当时在几个 喂 你在我们这个网台 你要不要说话这么隐悔 哥哥 弟弟 你有个一句就说一句 要不然人家就转台了 明白 要找谁 那时候有很多场合 我都听过林瑞麟先生说的 所以找林瑞麟是不是? 我现在不是在做节目都教你 就是别人问你 你又回答 我问你 我问了你 你搞了六七分钟 我回答不了 我问你找谁 是不是找林瑞麟 不是 我听到林瑞麟的 喂 大哥 我问你找谁 如果你给了个机会 我回答吧 那时候 你来立法会都是这样的 你来立法会游了四分半 林局长听过 讲这个抗大文责制 陈德林亦都说过 当时我听完他们说话之后 表示会对这个工作有兴趣 那你是可以的 如果真的去问答 你一定是肥佬 我问你找谁 我又听了他说 又听了他说 那我问你找谁 那就找他们两个 找了他两个 你认不认识他 之前我在自经研究中心 你也是自经的 即是和胡定屋地搞的 又是陈德林 是的 那你找了他 所以一拍就即合 那会经过过程 那个就是黑洞 陈德林来到我们问他怎么办 他来不去 他说不到的 但是 那孙明阳没见过你的 那无端端托了你 给孙公 因为你自己说要去 孙明阳说 其实我也不是很想要你 一天是怎样的 你要解释给我们听众观众 听整个过程是怎样的 要说问责制完全没有问责的 怎样搞出来的呢 对申请工的人来说 那我就见了 陈德林 见了 陈德林 见了 陈德林 见了 陈英年 是的 没见过孙明阳 那就是为了那些叫做盲分架 是不是 那你自己是否选择教育 我是其中一个教育 是其中一个政策法 还有哪几个呢 哪几个呢 你也有兴趣说起来 你再说一下 我们这个节目 说出来就说 你再说出来 还有哪几个呢 除此之外 就是跟商界有关的 就是经济发展 商界 经济发展及 那个叫什麽 我都不知道 不是 商务及经济发展 我只记得坐飞机 商务及经济 不是头等 就是哪个在做那个 苏锦良 你跟他掌那个位 不可以这样说 有不同的政策范畴 不可以这样 Gibi 不可以这样 我对我在财经做了很久 我财经你也想做的 那现在呀 哪个呢 梁福怡那一个 真是厲害 但是一定要找他 他也怕没有很狠心 好像李 sut錦良 这麽快手 很承认 他又怕太紧张 那来青蛇叫土 一定会来 是不是 你什麽时候才见到孙明洋 我想知道整个过程 你要去找工 其实政府又不肯去登广告 你就找工作,列了這幾個範圍也有興趣 你就見過鄧德林,林瑞麟,又見過唐英年 你什麼時候才見孫明陽? 開始之前 開始什麼?上班之前? 不是上班之前,宣佈那個 宣佈前一天,孫明陽,現在給陳偉安你 真是這樣的? 那孫明陽很大劑 這樣他不會理會的 但他不會理會的 因為當時他會養馬 你記不記得他和航生養馬 搞到立法會差點有個聆訊,你一定會認識他 當時政府內部的運作,當時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很慘 我們停一停,回來繼續說 孫明陽,你真的很可憐,繼續說 pul吃 1 如果進入 1 2 2 2 3 3 ort 3 2 感谢观看